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斯加尔顿 最近要到圣诞月了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特别的忙碌 上周呢 德北的天气已经降温至零下五度 然后这两天气温回暖到了六七八度 趁着手脚还没有完全被冰冻之前呢 今天与大家分享 户外的地灾 大业绣球 三年以上和三年以内的幼苗该如何的安全过冬 需要做些什么和注意些什么 上周我们德北经历了今年的第一次降雪 和持续了三到四天的 这个夜间零下四五度的低温 然后所有的这些绣球 这个大业绣球的叶片呢 就全部都尾粘掉了 被冻伤了 这是正常的 这种植物它也有生存的需求 所以它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大 它自我保护了以后 你看这个叶片直接就把中间的这个花心给盖住了 特别特别棒 碾一下它还很结实的 这是明年的花芽 包括看到它这些叶片大拉下去的时候呢 又把下边的这些芽点又保护住了 所以呢 为什么就是上期视频当中 我暂时对户外的绣球不做任何的处理 只把盆栽的绣球全部都搬进了屋里 但是呢 现在呢 最近这个天气从下周开始 进入12月以后呢 温度只会越来越低 不会再有任何的就是那种回升了 今天户外的温度也就是五六度 晚上的话呢 是两度左右 所以赶紧给它 给这个户外的地宅做一个保护 可以看到我们家邻居呢 这棵超级巨大的Wordbuch 也就是欧洲山毛菊 它每一年秋季的落叶少到让人崩溃 但它有个好处 它的这些落叶呢 可以帮助我的一些草花 还有我的绣球安全的过冬 它的叶质非常的结实 不易腐化 当它自然的掉落在花坛的图表上时呢 会对这些草花呢 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防护罩 包括这个周边周围的这些落叶 当有积雪的时候 形成一个就是保暖层 给这个根 护根 所以呢 图表上的所有的这些落叶 我不清理 我呢 甚至还会给它加盖更多的落叶 这些落叶对绣球的种植来说 益处非常的大 来年变成辅叶土以后 它是很好的淡肥 而且的话呢 它是偏酸性的辅制土 对这个绣球的帮助是很大的 还让土壤变得疏松 然后疏松的同时呢 它还能调检土壤的酸碱度 因为这一些牵插的幼苗呢 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 所以到了冬季 还需给它进行适当的保护 不像那些五年以上的那些 安全木质化的老枝条 抗寒性能就会强 然后有花友问 这些叶片要不要撸掉 这些叶片呢 不用撸 就是户外的这些 它会自然的掉落 现在都不要人为的去撸掉它 因为一旦撸掉它 这个阴雨天又特别多 我就拿一个做示范 你看 它这种肉质感 水分很多的 这个叶片里面 就跟这儿形成了一个伤口 如果这个伤口的切面呢 不能自我痊愈的话呢 就会因为天气的寒冷和潮湿 直接它就会变软 很快的就会冻死 所以呢 不建议 就是人为的去撸掉它 遵循自然的规律 让它自然的掉落 这个天气冷 不是这些户外地宅 绣球或者月季的大季 它们的大季反而是风 如果风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 冻伤的情况也就不严重 冷 问题反而不大 你看这个顶端就被冻伤了 冻伤就冻伤了 下边的雅点是饱满的 骨的都可以保留 所以都不要去动它 就是护根就好了 有花友曾经问 冬季里花坛里这么多落叶 不需要清吗 适当的清理是可以的 但对于绣球种子来说 是不需要清得特别干净的 只有等到春暖花开 万物之深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才需要把周围的这些落叶 把它清干净 我呢 就会在这个绣球的主根和外围的处 在落叶上撒一些这个土 这一盆的话呢 是旧土 花园的盆土的旧土 因为它里边有我的一些那个制石呀 还有一些陶石呀 这些还有包括细叶糠 它已经均匀好的 所以它比较疏松 然后呢 我再放一个就是杜鹃和Hottengien的那个花的专用土 绣球和杜鹃花一样喜欢偏酸性的土壤 土壤偏酸的话呢 它的颜色就会变蓝 如果土壤TH值呢 偏碱的话呢 偏红更多一些 关于绣球如何调色的这个问题 我不是很在乎 无论它开出什么样的颜色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美的 它已经配好的这些泥碳图 就是特别的软 要怎么捏它都没有成块 专用的话呢 它的酸碱度是很好的 我就混合的这个旧土 我再放一点草木灰 草木灰可以帮助这个根系更加的强健 它混合以后它就均匀很多 旧的花园土利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一般因为我种的比较得心应手了 所以我不会按照什么比例 基本上是肉眼直观 就能知道它配土 我这个配土的情况 就是你看好像非常舒松柔软 这个草木灰不用放多 两个小铲子这样一桶就够了 很简单 它上面只堆了很多的落叶 这些落叶是自然掉落的 我没有去动它 如果不够的话 我也可以这样融维地盖住这里 我就这样轻轻地撒上一层薄薄的土 防止有风的时候 那个风会把这些落叶全部都吹散 土跟外边的这些呢 也是扫上薄薄的 一层这个土就够了 就覆盖这个落叶上 这个落叶就是它的被子 保暖层 防护衣 然后周围的这一圈都盖住 然后要是这些落叶不够的 我再加盖一些 到春天的时候再刨开 春天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地方 就适当地把它刨开 就这么简单的操作 就是对户外绣球非常好的 过程帮助了 就做好这一步就已经很棒了 盖土的时候也不要太多 太厚太厚的话 只要不透气 所以呢轻轻地撒上薄薄的一层就好了 撒上薄薄的一层了以后呢 它保暖效果特别好的 主根一定要护住 主根护住了 它不会冻死的 零下10度都不会冻死的 它的这个撒土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叶片沉重 这个叶片不会被风吹掉 你看它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那个空隙透气性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一动的话呢 这些土露出来的话呢 如果积雪过后 冷的时间又过长的话呢 它下面的根就是很容易受冻的 幼苗的话呢 就照上防冻罩 但是今年我的这个已经第三年了 我不照了 你看这些花都不用理它 都不用去动它 就让它直接这样 放好留着 然后就是护根 现在就是要护根 根护好 给它盖上被子 护好就好了 要上宝宝的一层 就很好了 冬天过好了 春天才是生长的关键 那个时候呢 就要在主根外围一圈松土施肥 到后期的时候 我再做饰品吧 因为我的饰品基本上都是跟我同步进行的 后边的那个蓝色乌王国 绿叶树根 你看绿油油的 一点事都没有 包括这个金光菊 也是绿油油的 如果没有那个草木灰 或者是没有专用土的话呢 你就用哪怕是普通的花土 旧的这个盆土都可以 就对一下盖上树叶就很好了 不要去在乎 就如果你有没有草木灰 或者是有没有那个花土 哪怕你没有专业的花土 你想让它安全沟通 你就是盖上落叶 落叶真的蛮重要的 如果没有落叶 那你就直接堆土了 所以落叶真的帮助挺大的 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当它树叶要掉了 它就会给下面的这些植被 就是照上一个保护罩 起到抗寒的效果 我的这几颗千叉苗呢 基本上就这么完成了 上面的这些枝芽 哪怕冻伤了也不用理 明年它到春天以后 这些就木质花 只要下面有芽点 那就不担心它没有花 所以不用动它 就让它这样 叶片哪怕就是搭拉着 垂下来的都挺好 哪怕它变干了 你看它就自我的形成一种保护 保护的中间的这些 这个嫩芽 特别棒 你看 所以不用动它 这里要说一下 我的这颗摩汉系的户外地载 修球幼苗 它是 我是去年种下的 熬过了今年一个冬天 今年春天真的动得很严重 非常严重 几乎都快要只剩下 那么十公分 在底下了 因为上面全部动坏楼都剪了 但是它还是开了很多花 而且我是照着防冻罩 魔幻系的大叶绣球 抗寒能力 相对于其他的 那个大叶绣球来说 这个系列的抗寒能力 是相对弱一些的 所以呢 对它的保护 就要更多一点 我就要给它 盖的更多一些 因为它的苗还挺弱的 今年是第二个年头 就跟刚才那个 三年的千叉苗 那个普通的大叶绣球不一样 我这颗 必须要照上防冻罩 如果没有防冻罩 是不行的 然后旁边的这个楼斗花呢 你看它是绿叶树根 完全没有问题 绿油油的 所以每一种植物 对待护冻的方法不一样 然后这颗呢 是一定要让它造防冻罩的 这种硬的落叶呢 它的腐蚀性没有那么快 它不像这种 你看像这个绣球 它也偏要落了 它变黑了 发黑了 湿了 这就很快就变成腐叶了 只要跟土困在一起 所以的话呢 要想抗寒好的 就要用这种比较硬的 这种落叶 这样的防冻过冬 效果才会好 很好的就是给它进行支撑 我就用这个芦苇杆 我自己的家里的芦苇杆 在这个周围 插上几根 做一个支撑 我呢 就用这个防冻罩 这个月季专用的 这种防冻布 不贵的 挺便宜的 把它罩上 罩上了以后呢 它里边的落叶也不用拐 天寒地冻时 这些腐叶是不会产生 真菌之生的 只有当春老花开 二三月时呢 这些真菌才会有活性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要打开这个防冻罩 把里边的这些腐叶 全部清理干净 这样就没有后患之忧啦 有些是长条形的 可以自己剪 但是这个呢 因为雷年我都得照月季 所以这样就很好了 然后我会用 我会用这个塑料的 晒衣服的 晒衣服的这个夹子 就很方便 这样去固定它 这样一夹 然后的话呢 中间一夹 全部照完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一颗就这样完成了 因为这个是 魔幻系的大叶绣球 在户外的 不是半径屋里的盆栽 对它的保护 还是需要多费点心思的 再来看我后院的这几颗 今年做了两三期视频的 关于这个大叶绣球 幼苗如何种植 控牙的这个视频的这几颗 然后后边的三颗呢 也是我的千叉苗 最近呢 这个霜冻 就可以看到 非常严重 别看得它 就是叶片已经都被冻坏了 冻坏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花心 你看它形成的自我保护 特别的饱满 而且还是绿的 硬硬的 很结实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但是呢 它是幼苗 所以我会像刚才那样 给它堆上落叶 盖上土 然后的话呢 再照上防冻罩 今年的冬天一定要熬过去 你看这个没有打开的花苞 就打不开就打不开了 但如果它明年春天的时候 还在的话呢 它第一时间养分集中 供给到顶端的时候 它是会开花的 就明年的春季以后 如果它的受冻的情况 特别严重的话呢 又应该怎样养护 到后期的时候 明年我会同步跟进 这个幼苗 根部的地方 给它堆土 稍微再多一点 顶部呢 撒上落叶的时候呢 薄薄的一层 然后在主根的地方外围 堆土稍微多一些 好了 今天关于大叶绣球幼苗户外地载 如何安全过冬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呢 请记得点赞支持 并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开心中华养花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